如果用一朵美丽的花来形容女人,那么女性最私密的地方就是最娇嫩的花蕊,承受不了任何的风吹和摧残,需要女性朋友精心地保护。 而人们现在生活里,很多人因为上班时间下班时间,就疯狂地在健身房里面锻炼。锻炼虽然很好,但是不正确的锻炼方式和频繁对阴道的冲喜,就会对她造成伤害。 所以在人们根本没有一点预兆的情况,下边的伤痕累累,所以广大的女性朋友,一定要温柔地对待她。 那么这多娇嫩的花最怕是几种伤害你知道是什么吗?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。 一、运动不当,也就是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,不正确的运动方式,不仅能影响到女性的身体健康,而且还会大大增加了她的负担,特别是在生理结构特殊。 如果在进行跨栏,或者是骑自行车,的时候不小心,让她遭到撞击或者是损伤,就会造成血重的出现。 二、阴道长期被洗液冲洗,有很多喜欢干净的女性朋友,可能每天都会洗一下,认为这是可以预防妇科病,其实并不是这样。 如果频繁的洗四处,那么你就已经进入了护理的误区,因为经常冲洗阴道,很容易破坏女性自身的一种保护平衡值,导致细菌轻易侵入,最后导致炎症发生,那么得了妇科病该如何治疗? 一、药物治疗方法,在女性感觉异常,时候很多,都会先去医院进行检查,但是检查以后一般医生都会给你说, 只是常见的炎症,让你回家吃一些药物,但是施药毕竟就会有三分毒,而且有些药还有激素,所以药物不能长期的服用,会有副作用。 二、患者可以在家里选择食疗方法调理,用麻齿线充蛋白的方法,这个方法需要适量的新鲜麻齿线洗干净,以后放到碗里面,然后把碎碎,把纸取出,再拿两个鸡蛋纸取鸡蛋白, 把蛋白和麻齿线汁,放到一起搅拌均匀,然后用开水冲一下服用,每天坚持,日常该如何预防妇科病医? 女性朋友要经常换洗自己的贴身衣物,避免穿透气差的衣物,二、平时不要经常用护垫,会造成细菌感染的发生,三、坚持治疗是最重要的,不要感觉自己症状减轻以后就松懈治疗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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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